吕智为了继续控制皇权 甚至让皇后张燕假称怀孕 用汉惠帝和一个宫人生的孩子 冒充汉惠帝的嫡长子 可见死时的吕智已经对汉惠帝彻底失望了 他在为汉惠帝的身后事做准备 公元前188年 汉惠帝死于悲愤之中 年仅23岁 汉惠帝发丧的那天 吕智只是干枯并没有眼泪 说明他对这个儿子早已彻底死心了 不过有人却看出了吕智的另一层意思 这个人就是张良15岁的儿子张碧强 他发现吕智没有眼泪之后 对当时的丞相陈平说 吕太后只有先帝这一个儿子 如今只是干枯 显然并不悲痛 您知道是为什么吗 陈平疑惑 不明就理 张碧强解释说 先帝没有成年的儿子 吕太后担心的是你们这般功臣 老臣 我有一计可保诸位平安无事 听了张碧强的计策之后 陈平认为有道理 于是便找到了吕智 可是那如果你不估计 我还想要求你 能不能是便宜 不是 这真的不和你 你你也不和你 有一事 如今儿 你也不和你 你不和你 你不和我 极亭 臣想请太后 拜吕台 吕铲 吕陆为将军 统领两宫卫队 南北二军 并将吕氏一族 进入宫中 丞相所言甚是 那就按照丞相的意思 去办吧 臣 临旨告退 吕智听到果然十分满意 此时他才想起 死的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便泪如雨下悲痛不已 吕智 吕智作为一个母亲 可见不管吕智多么狠毒 多么凶残 在自己孩子的面前 他依然是一个慈母 而这对母子之间的特殊关系 便是在皇权的笼罩下注定 酿成的悲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